第四季 裴宗, 我突然很想見你 我現在就過來 我就出門了 等我了, 五分鐘就到 你收過來了嗎 應該是2014年3月就收到通知 將會在2014年9月的時間開設 那一年我已經差不多拿了電單車牌照 是第二年了 都很喜歡電單車 很興奮的, 知道自己有份參演 真的像你所說 養兵千日就用了一時了 駕駛電單車方面 始終一架大的鐵馬 是否真的自己想像中 那麼容易去處理 因為我知道電單車內 很多都是你自己正身去駕駛 比我想像中不算太難控制 當然特別留意就是在慢車的時候 Mac, 你駕駛電單車 也駕駛了不太多時間 但現在這麼快就已經愛上了電單車 其實主要都是受你們影響 我們嗎? 你 那什麼事? 以前跟你開工拍劇時 就不停地讓你們… 即是你和謝天華 馬德中等, 不停地落藥 灌輸一些電單車的知識給你 沒錯, 所以受你們影響之下 接觸電單車後來就愛上了 我想駕駛電單車給我最主要的感覺 有一種很自由自在的感覺 因為開駕駛電單車的時間 也有涼風撞到自己身體上 又去一些坐車場上 學駕駛的課程 就更加認識到電單車的樂趣 在街上和在賽道上駕駛的分別是什麼 大家都是用同一個方向去行駕駛 基本上安全措施亦會做得很足 其實在街上駕駛 有時絕對需要再留心一點 始終香港有時交通比較繁忙 在賽車場上駕駛我覺得 就是牆上的一些知識 我自己也是比較喜歡街車的款式 以及一些像爬山車那樣的款式 我自己也是駕駛一些我們叫街爬 即是爬山車的車架 但就用街胎的配搭 我為何會這麼喜歡 因為本身爬山車的感覺是 坐姿比較高身一點 坐得比較直一點 就不像一些比賽的要趴下的人 基本上在日常街上駕駛 就方便和舒服